花莲市中和街至中府路接重庆路22号刨除路面 进行道路整平改善工程 花莲市长魏嘉贤24号上午前往视察表示 道路失座期间造成用路人不便 还请花莲乡亲多加包含 市公所未来将盘整市区道路状况 评估后逐一改善 期盼为花莲乡亲提供更优质的交通环境 花莲市长魏嘉贤24日上午 协同建设客长徐国成 前往视察重庆路道路整平改善工程 从中和街至中府路间的重庆路 由于路面均裂破损 管线开挖回田出现下线 为避免路面颠簸造成用路人受伤 因此将这条道路优先进行改善 22日刨除路面后 24日铺设立青 那因为公所的柴越比较拮据一点 所以我们分段来做相关的一个做缩散 那过去我们也试着提过非常多的计划 那现在碍于整个疫情的关系 很多的机关都没有做相关的审查 那为了民众的一个安全性跟便捷性 我们在这个阶段来做相关 用本所的预算自己来做相关的修复 那在修复的过程里面 如果造成民众不变 请大家多多担待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有能够提报中央的一些计划 里面能够顺利的争取到 那来改善八年市区比较差的一些路面 那也希望达到友善渔机的一个方向 那再次要感谢我们同仁 还有谢谢民众的体谅 前阵子因为国心里它污水完工之后 我们有进行了一个整区的路面整平的计划 获得民建署的补助1700万 也顺利办理完成 获得当地的居民非常好的一个评价 我们希望把这种模式推展到我们花莲市区的其他的个里 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计划提报 希望中央上级单位能够顺利争取到经费的补助 来改善市民的交通环境 魏嘉贤表示 先前针对中强街至中和街口重新路 执行路面改善工程 由于市工所经费拮据 只能针对其需改善的路面优先处理 市工前也都含寻各管线单位 避免重复开挖引起民怨 市工所未来将持续争取经费补助 办理道路整平 为华林乡亲打造更安全便捷的交通环境 记得蒋帮眼 华林师报导